小编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央视方面的新闻呢? 或者有没有爱看星光大道朋友突然发现星光大道停播了呢?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毕老爷被网上上传不雅视频,而内容却是对国家领导人不尊重的言辞,所以导致了这个视频上升到了政治因素。 虽然喜欢毕夫剑主持的节目,但也感觉是毕夫剑这次过火了,先别说拍摄者的心态如何,毕竟是说错了话,一次拍摄者都没有觉得这段过火的话会引起轩人大波吗? 看来朋友是做不成的了,因为网友一直认为这就是陷害,是看人家太红了,嫉妒了。 小编只觉得,最近被黑的人实在太多了,例如张杰谢娜离婚,邓子齐不雅视频和各种绯闻,到现在的毕老爷不雅视频曝光,这一系列被黑情况实在让人不得不猜想难道还有更大惊人的内幕吗? 莫非不是因为得罪同行,很容易引人瞎想呀。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